第681章,反正你比我难受。 他这话,让张武金猛然醒悟,他确实是死性不改,不过他也想到了,还是春床的原因,春床引着阴阳两股气,就如磁铁一样,不自觉地就要互相吸引,吸不到就互相勾引。 他是这样,黄敏也是这样,所以屡次说明白了,但清醒不到三分钟,又是老样子。 对不起,张武金道歉,我不怪你。 黄敏摇摇头,突然扑斥一笑,反头看他一眼,眼光下斜,反正你比我更难受。 张武金这么坐着,正常情况下,是看不出什么的,但黄敏的眼睛仿佛有穿透力,竟然能看到小六金在那儿占君资。 张武金也不自禁老脸一红,黄敏更好笑了,捂着嘴,跑进了内间。 好一会儿,他道,说真的,别逗我了,先找到这邪术的解法,好不好? 隔着房门,好像要好些了,张武金点头,好。 但黄敏随后却又道,但你答应过我的,如果床的邪术解了,你要给我一次,一次就好。 又来了,总是无法控制啊,张武金暗暗摇头,倒不是怪黄敏,而是佩服春床的这种邪性。 一定。他又补一句,只要你到时还愿意。 黄敏不答他,却道,热热的。 这三个字真要命,张武金腹中就是一热,几乎不敢答他了,但还是得答,道,好,热热的。 手机突然响起,是黄敏的手机,黄敏说道热热的,语气,已经有些变了,张武金生怕他又忍不住冲出来,手机一响,倒是虚了口气,一听,又叹气,是蝴蝶打来的。 要命啊!他真有些抓脑壳了。 黄敏跟蝴蝶说了一会儿,开门出来了,已经挂了机,四脑四撑地看着张武金。 张武金明白他的意思,只好摊手,黄敏恨恨地瞪他一眼,你跟蝴蝶还没什么吧? 没有!张武金慌忙摇头,我躲开了。 事实上有,那天去游泳,蝴蝶还脱了他裤子呢,不过那也可以说是顽皮,不能完全算是暧昧,尤其不能算是调情。 算你有点良心。 黄敏娇称了一声,看着张武金,武金,你别碰他,蝴蝶是个好女孩子,也没人对不起他,他老公就是个书呆子,对他其实还蛮好的。 我保证。张武金举手,又加重语气,我向我师父保证,绝不碰他。 我信你。黄敏点头,却又看着他,但你不能躲我,你躲不掉,我们千里万里都碰到了。 这也确实是,张武金看着黄敏,这样的女子儿,本来是不可能出轨的,只要古华对得住他,哪怕是坐了春床,也极难让他出轨,即便如此,他也跑来了中南山, 想到的是出家,却没想到,千里万里,居然还能碰到张武金,这也真是天意了。 嗯,在这一刻,张武金认命了,重重地点头。 黄敏也热啦啦地看着他,春床的邪气,就像一匹顽固的老黄牛,拼命地在扯着他,也扯着张武金。 不过黄敏最终还是转过身,跑进了里屋,却在里面堕足,该死的,你快想想办法吗? 他这是体贴张武金,宁肯自己忍受春床的邪性,春情的煎熬,也不愿让张武金违背师父的话。 可他越是这样,张武金心里越难过,猛然站起来,推门进去。 武金!黄敏一饿! 张武金手一伸,把他抱在了怀里,黄敏眼圈一下就红了,在他胸前捶了一下,该死的,你又这样,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身体里面好像有火在烧,我快要死了。 不等他说完,张武金稳住了他的唇,黄敏挣扎了一下,随即双手伸上来,吊住了张武金的脖子,而双脚也缠了上来,就像斯罗缠上了大树。 这本就是一个斯罗一样的女子儿,只要给他一棵树,他就会缠上一生一世,除非到死,不会分开。 张武金感受到他身体的颤抖,更能体会他心中情火的煎熬,心中怜惜,紧紧地搂着他,热辣辣地吻他,他喜欢把舌头伸过来,他便重重地瞬息,另一只手去他脑后,找到穴位,缓缓按摩,输入内力。 黄敏身子慢慢软了下去,张武金把他抱起来,放到床上,又替他脱了裙子,女人都不喜欢穿着胸罩睡觉,也帮他脱了,忍不住看一下他腿间,白色的小裤裤上,一缕重重地湿痕。 他先让我走前面,也肯定是湿了。张武金暗暗摇头,又有些爱,又有些怜,想一想,还是帮他把内裤也脱了。 淡黄色的凉席上,黄敏胶软的身子如一束无垢的白丝,是那般的美丽诱人。 张武金心中的冲动,犹如海潮一浪高过一浪,不过最终还是扯过被单盖在了他身上。 出来,再又洗了个冷水澡,心中叫,师父,我尽力了,我跟他之间,以后肯定会有点私情,但是,会在解开春床生成的春气之后。 可是,这个春床的春气,要怎么解呢?他真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张武金一时半会也睡不着,出房看了一下,神机到人肯定是睡着了。 五三在看电视,声音不小,好像是抗战片,那枪打的,跟放鞭炮一样。 没听过枪声之前,电视里这么放,张武金也觉得正常,这会儿却撇撇嘴,哄你爹呢。 没兴趣下楼,倒是发现可以到楼顶上去,这个好,他索性就到楼顶上,这才发现,神机到人这屋子,前面有个大院子,后出,有个大院子呢,比前面的还要大得多。 两边弃有低矮的杂屋,也不知做什么的。 他不会还养牛养猪吧? 张武金转着心思,又想,怪了,好像没见有女人,神机到人有这本事,发财啊,讨不到老婆,不会吧? 男人矮不要紧,只要和包谷,美女可以排队枪毙,神机到人那么大威势,起了这么大一幢屋子,怎么可能找不到女人? 不过张武金也懒得操这个心,在屋顶上转悠了一会儿,看村中的夜景。 第682章,放鸡。 神机村不算小,屋子也都还不错,好多小洋楼,神机到人这幢楼,还不算是最大最漂亮的。 先前留意过,路上有运煤的卡车,这附近应该是有煤矿,神机到人虽然有本事,但要是跟小煤窑老板去比,那还真不是个头。 待了个多小时,回屋来,屋中静悄悄的,黄敏睡觉的时候很安静,呼吸细细的,张武金在门口看了一眼,眼光直了一下。 原来黄敏翻了个身,一只脚斜搭在另一只脚上,被单撇开了,只在腰上搭着一点,露出雪白风龙的臀,虽然熄了灯,两腿间一点暗红,仍是那般的诱人。 张武金想着帮他去把被单盖好,最终一想,还是算了,别万一忍不住,那就功亏一篑了。 要是就用这个姿势操他,一定爽死了。 他这么想了一下,再又去冲了个凉水澡,回到床上,却还是睡不着,好吧,起来盘膝坐着,照神尔门的心法,挑剔,射心,静气,眼前慢慢地现出光明,就守着那一点光。 神尔门创派祖师所传的功法,他一直没有系统地去练过,礼遇焦良女被逼离开,让他心绪一直不是太好,另一个,则是很多功法无用,时代不同了。 最后,张武金觉得自己的功夫足够了,再练多了,也成不了仙,挡不住一粒子弹。 倒是一些实用型的,他总结了一下,配上五仙姑几个焦他的,日常中能用上。 守着一点神光,也不知过了多久,张武金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悸动的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奇怪,并不是感觉到了危险,好像是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让他生出了感应。 他获地睁眼,起身,到后窗一看,眼珠子瞪圆。 后院里,站着一只巨大的公鸡,五彩的毛发,双红棺子,足有半个人那么高,或者说,三矮子还没有他高,那一双金黄的腿杆,几乎就跟小孩的手臂差不多大小。 如果称重量,张武金敢打赌,这只鸡,绝对不会少于二十斤。 张武金是农村里出来的,也见过大鸡,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 那只鸡的眼睛特别的亮,这碗有月,鸡眼晶晶的,好像吸饱了月光。 张武金甚至觉得,鸡眼里,有一种妖异的光芒,虽然他躲在窗子后面,又在楼上,那鸡眼仿佛就看见了他一样。 大公鸡抖了抖羽毛,真漂亮啊,如果不是雀枝,这是一只鸡,张武金真要以为这是传说中的凤凰了。 然后,大公鸡翅膀轻轻一展,飞上了院墙,再一展,到了院子外面,并且一直向着远处奔去,大步奔走,鸡手高昂,那姿势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气宇轩昂。 张武金几乎看呆了,直到大公鸡的身影有些模糊了,他才想起不对,刚要叫鸡跑了,脑子里突然电光一闪,放鸡。 几乎想也不想,他纵身,就从窗子里跳了出去。 身子半缩,脚尖下垂,点地之际,脚尖一点一撇,从脚尖,到脚腕,到膝腕,到腰,像是一根弹簧,层层压下,层层消利,且那一撇,还带了一股横劲,即便不能消利,直径划横劲,力也能化掉。 有很多报道,人从高楼跌下,下面的人伸手去接,掉下来的人没事,接的人手骨断了,胸骨断了。 那肯定啊,几十斤上百斤的人,几十米跌下来,那是多大的力,就好比一块几十斤的石头,扔过几十米打你身上,骨头不断才怪呢。 这个时候,伸手接是错误的,看准了,猛然对着腰臀一推,把下坠的直径,推成一个横劲,这么一来,掉下来的人没事,等于就是一米落地嘛,推的人也不会有事,以横推直,太极说,四两拨千斤。 物理说,杠杆效应。所以说,那些伸手接人的人,勇气是可佳的,但物理却一定是体育老师教的。 哪怕他看过武侠小说吧,以天屠龙记,张无忌在塔下救人,施展乾坤大挪移,看准了,照着腰或者屁股一掌,把人横里推出去,把六大派的人尽数救了下来。 金大侠对武学,其实狗屁不通,跟人打架,一套拳一套剑,从头打到尾,笑掉人大牙,但这救人的情节,却绝对符合力学的原理。 张无忌不是张无忌,不会乾坤大挪移,但这种化尽的功夫,确实会的,所以这么高跳下来,不但一点是没有,甚至一点声息都没有,恰如雪落屋顶,舌腾离腹。 张无忌身子一跳挤起,两步到墙边,脚在墙上一点,手借势一翻,就翻过了墙,飞快地跟了上去。 月光下,那只大公鸡迈开大步,跑得飞快,还好,只是跑,不是飞,不过那速度,不比一般的电动车差,最重要的是,跑的姿势极为优美,昂着头,挺着胸,双红关子高高竖起,黄黄的鸡眼里,有一种激昂的光, 那真的是一位高贵的绅士啊,仿佛他不是在奔跑,而是在华丽的舞蹈。 张无忌在后紧跟,相比来说,他的姿势就难看多了,身子是半弓着的,而且不是走直线,每一步都带着半鞋,左脚斜过去,右脚再斜过来,就仿佛一直在滑虎一般。 这么跑,在学校里,会给人笑死的,如果是武学中的外门功夫,也不会这么跑。 这么跑,是那家的跑法。 学校里的跑,身子绷直,全身用劲,千米跑下来,累得像个鬼,因为那么跑,急借不到力,更蓄不了力。 而张无忌的跑法,身如弓,弓是有弹性的,一点一弹,跑得不慢,其实没用多少力,就是借的那个弹力。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身体一百多斤,你再弹,也还是一百多斤吧,再怎么借,身体的重量也无论如何会落到脚上啊,脚瘦的力大了,还不是一样的嘞。 错了,刚不是说了吗?乾坤大挪移,画直为横,张无筋跑,是脚掌的外斜边着地,一跑,就是一斜,这一斜,下坠的直进,就斜斜地化成了横进,所以他每一步都在滑湖,也就每一步都在消进,而进消完后,借着弹力,身子反而给射了出去。 第683章,还有一只鸡,等于每一步,都是一个化进,续进,淡进的过程。 说起来玄,用物理的力学一拆分,简单了吧?所以说,中国的古文化,真的有很多好东西,只是后人没掌握而已,从功夫,到书法,到中医,甚至到风水,全都如此。 或许有人说,跑步哪有那么跑的?你说的玄,你来跑一个我看看,那我可以告诉你,去特种兵部队,看他们怎么跑的。 特种兵潜伏偷袭,跑步无声,就是这么跑的,身子半弓,用脚的外掌斜跑。 潜伏偷袭,若像博尔特那样,扯开大步跑,那是找死呢?就算敌人不打死你,跑得几百米,你自己也趴下了。 扯远了,张武金跟着大公鸡一路跑下去,他本来气迈悠长,学了神尔门的功法,于借尽华尽也有领悟,跑起来不但一点不累,反而更长精神。 大公鸡一家伙跑出去二三十里,张武金紧紧跟着,一步不落。 当然,他隔得远了点,将近四五百米左右,身子伏低,尽量不给大公鸡发掘。 还好今晚上月亮特别圆,大公鸡的羽毛又格外地洪亮,倒不怕追丢了,他确实不敢跟得太近,虽然据说鸡是近视眼,可张武金有一种感觉,这鸡,不简单。 别的不说,只说这么狂奔数十里,且带有明显的目的,这就不是一只普通的鸡做得到的。 说得悬一点,这么明显有智慧的鸡,已经是成了鸡的。 当然,张武金不相信鸡能成鸡,他猜测,这是神鸡到人弄的手脚,也就是至今让他云里雾里弄不明白的东西。 放鸡。 大公鸡跑上一个山岭,又展翅飞到一棵大树上,或地里仰伯长蹄。 那蹄声之响亮,张武金真是头一次听到,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仅仅是响亮,还带着一种特别的力量,仿佛一蹄之下,要把整个天幕划开。 张武金甚至有一种精卫的感觉,后脖梗的毛,都竖了起来。 好家伙。 张武金暗叫一声,难怪说公鸡为质阳制造之物,这要是一般的女子,听了这一题,还不汗毛直竖啊,哪怕就是男子,阳气弱一些的,也要吓得腿软。 大公鸡提了一声,停了一会儿,鸡眼在月光下,发着黄黄的光,特别的亮,几乎亮得有些骇人。 张武金把身子扶低,悄悄地移到一块山石后面,这才缓缓探头下看。 山下,是一个村庄,村庄不小,估计至少有几百户人家,小洋楼很多,看来经济条件也挺好,不过这会儿,估计半夜两三点钟了,只偶尔有几盏灯,更趁出夜的静谜。 过了一会儿,大公鸡又提一声,然后又提了一声。 提到第三声,村子里突然也跑出来一只大公鸡,体型好像比这只大公鸡还大,不过是单关子的,虽是单关,长得却极大,月光下看去,仿佛像一盏火。 单关大公鸡迎着这只双冠大公鸡,也嗡嗡嗡地提了一声,声音同样极其洪亮,带着一种撕开天目的气势。 这里居然也有一只大公鸡,这些大公鸡怎么喂出来的? 张五金看得目瞪口呆,看看单关大公鸡,再看看双冠大公鸡,想,那双冠大公鸡难道是来找单关大公鸡比提升的,还是,搞鸡? 想到搞鸡,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幽默,想要笑了,鸡,鸡,大公鸡搞鸡,这个太有趣了。 不过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单关大公鸡一出来,双冠大公鸡雄啼一声,双翅一震,直接从山岭上飞了下去,扑向那只单关大公鸡。 山岭不是很高,但从山顶到山下,带着一个斜坡,也有数百米远,张五金见过鸡飞,有些鸡也能飞过几十米,甚至百把米,双冠大公鸡这么大,一飞数百米,也不是过于逆天。 关键是,他飞出的那种气势,机关昂扬,鸡爪蜷,双翅展开,足有两三米长,红亮的羽毛划过夜空,速度之快,仿佛一道流星,而鸡眼里的黄光,更如同星辰一般晶亮,看着就有一种让人心中发怵的感觉。 这不是搞鸡,这是来寻仇的。 张五金两眼发直,脑中闪念。 双冠大公鸡给他的感觉,就像一个绝世的杀手,凌空一击,有去无回。 双冠大公鸡去世极快,眼见他飞过三分之二的距离,那只单冠大公鸡突然也正式飞起,而且是陡然波高,双冠大公鸡本来是从上往下飞,占据高度优势。 但单冠大公鸡这么一波高,反而到了双冠大公鸡上面,一举扭转了劣势。 好,张五金暗赞一声,不想这击,也讲战术啊。 双冠大公鸡眼见落于下风,双翅一阵,竟又高飞起来,这就真的厉害了,一飞几百米,于下落之中,再有波高,这一双翅膀,真是有力了。 双冠大公鸡波高,差不多就是在相同高度,撞上了单冠大公鸡,鸡颈一阳,猛地灼向单冠大公鸡。 单冠大公鸡不甘示弱,同样阳波回啄,两个鸡身撞到一起,发出碰的一声闷响,月光下,彩雨飞落,差时间满天鸡毛。 这没办法,隔得远了点,又是在夜里,虽然有大月光,光线还是比较差。 张五金视力虽然逆天,也没能完全看清楚,只看到两只鸡撞到一起,怦然闷响中,两只鸡居然纠缠成了一团,四只巨大的翅膀张开,在空中翻翻滚滚地缠斗,鸡毛满天飞,却竟然不落下地来。 这么厉害!张五金完全看傻了,他本来躲在岩石后,这会儿不知不觉就站直了,农村长大的孩子,看见公鸡相斗,甚至母鸡斗公鸡,太平常不过了,可这两只大公鸡,不但大的罕见,这种战斗,更罕见,不像鸡,仿佛就像两只鹰啊,居然就在空中斗,都不带落地的。 四爪交缠,四翅扑鸡,鸡眼很瞪,拼命地拙,拼命地撞,那骨子胸镜很近,让人目持神炫,心惊胆战。 胆小的人,是看不了斗鸡的,而这两只大公鸡相斗,那种酷烈,又远非一般的斗鸡,可比。 第684章 诡异的埋伏 几乎只是眨眼之间,两只鸡脖子上的毛差不多就掉光了,本来极漂亮威武的大公鸡,成了落毛鸡,光秃秃的脖子,而且血淋淋的,很丑,但却更显残酷。 张武金呼吸都发紧了,双手紧握着拳头,他也不知道盼着哪只鸡营,完全就看傻了,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去想。 这样的斗鸡,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时,上罐大公鸡突然松开爪子,身子一扭,斜飞落地。 双罐大公鸡一扑落空,在空中划一个湖,也落下地来,单罐大公鸡却以落荒而逃,双罐大公鸡赢了却还不甘休,迈开大步,闲尾脊椎。 空中争斗如此残酷而激烈,但没想到结束的却也如此的快,单罐大公鸡逃跑,双罐大公鸡追击,张武金还愣了一下,这才想着追下去。 双罐大公鸡没有往村子里跑,却往西面的山谷里跑去,这是一个狭长的山谷,到里面开阔一些,谷中间有一幢平顶屋,好像就是个养鸡场。 单罐大公鸡跑得飞快,到平顶屋前面,翅膀一震,飞了上去,没有再跑,却转过身来,居高临下看着双罐大公鸡。 双罐大公鸡,追到屋前五六十米左右,却停了下来,昂首站在那里,发着黄光的鸡眼看着屋子,似乎有些犹豫不前,仿佛平顶屋里有什么东西,让他害怕。 张武金一路追进来,还在后面两百多米左右,看到双罐大公鸡停下,他也在一棵树后停了下来。 那只鸡跑到屋顶不跑了,莫非这里就是鸡窝,可先前它是从村里出来的呀。 张武金暗暗凝思,这只鸡好像有些怕,莫非它怕了人? 这么大的鸡,那爪子那嘴,就是一般的壮年汉子,只怕也占它不下,它会怕人吗? 这时,屋顶的单罐大公鸡呼得昂首一声长啼,似乎是在向双罐大公鸡挑战。 双罐大公鸡本来有些犹豫,听到这提声,终于忍不住了,也长啼一声,飞速奔跑,离着屋顶还有二三十米。 它震翅飞起,眼见就要飞上屋顶,突然听得轰的一声。 这不是枪声,枪声是啪的一下,会很清脆,这个声音却很沉闷。 张武金知道,这是鸟冲轰击时的声音,它以前跟着孙大海出去打鸟打兔子,放过,很熟。 随着这一声轰响,是双罐大公鸡的一声惨叫,身子从半空中直栽下来,毛雨乱飞。 平顶屋中,居然埋伏的有人,单罐大公鸡看似战败,其实居然是诱敌,把双罐大公鸡诱到平顶屋前,一举轰杀。 一只鸡,居然知道诈败,知道诱敌,这还是鸡吗? 张武金心中有一种毛骨触燃的感觉,不为那平顶屋中埋伏的人,而为那只单罐大公鸡的智慧。 双罐大公鸡虽然挨了一冲,却还没有死,在地下扑腾了两下,竟又站了起来,扭头想要逃命,单罐大公鸡当然不会放过它, 长啼一声,从屋顶扑上来,一下把双罐大公鸡扑翻在地,伸嘴变拙。 双罐大公鸡身受重伤,却不甘就死,垂死挣扎。 平顶屋中出来个人,手中端着一只鸟冲,是个小矮子,好像比五三还矮得一点点, 这时呵呵而笑,口中发着怪声,呜呜,啄死它,呜呜,啄死它。 张武金跳到旁边的一棵树上,看着单罐大公鸡压着双罐大公鸡,拼命地又洗又撕, 双罐大公鸡惨叫着,拼死反击,全身的毛都给啄了下来,漂亮的双红关子也给啄掉了, 全身都是血,却死也不肯屈服。 张武金心中涌起一种悲壮的感觉,仿佛看到一个绝世的勇士, 却一朝不慎遭了敌人的暗算,在敌人的屠刀下临死不屈。 张武金几乎忍不住就要冲出去,但最后一刻却生生止住了。 这并不是真正的斗鸡,真正的斗鸡,或者同样惨烈,但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 一只鸡,居然在半夜三更,独自跑出数十里,到另一个村子来挑战另一只鸡, 而另一只鸡居然会诈败诱敌,然后与这小癌子一起设下埋伏,暗算敌人。 这是鸡吗?一般的人也没有这个智力啊。 这肯定是放鸡。 张武金暗自私存,双冠大公鸡肯定是神鸡到人放出来的, 所以才像人一样,能连夜跑几十里来挑战, 那只单冠大公鸡,肯定就是那个放鸡贼五二位的, 也肯定是神鸡,所以才这么妖艺,知道诈败, 把神鸡到人的鸡又到这山谷里来,这个小癌子,铁定就是五二。 至于神鸡到人,为什么半夜放鸡,自然是白天对张武金的允诺了, 神鸡到人答应三天之内给张武金一个答复,夜里就动了手, 但五二居然早有防备,且设下埋伏,以鸡又鸡, 最终反而打死了神鸡到人的鸡,这一点,估计神鸡到人也是没想到的。 五二居然敢把神鸡到人的鸡弄死,不怕神鸡到人找他算账吗? 张武金心下疑惑,不过随即就想明白了, 五二既然单独在外,肯定早就给神鸡到人赶出来了。 这小癌子到处放鸡惹事,只怕早就知道神鸡到人要收拾他, 所以他才早早不下埋伏吧。 张武金想清了这劫,眼见着五二笑呵呵呵地把死了的大公鸡往屋子里拖, 暗暗点头,莫看他一个小侏儒,倒是有骨子很近,也有心机, 嘿嘿,我倒要看看,神鸡到人会怎么对付他。 下午一场酒下来,张武金对神鸡到人师徒的感觉还不错, 如果是神鸡到人亲自来,五二设计坑害神鸡到人,张武金铁定会出手, 然而,这种神秘的放鸡,却让他另外生出好奇。 神鸡到人放鸡,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双冠大公鸡给五二打死了,神鸡到人会怎么样呢? 如果像那些信迷信的人说的,是鸡魂和人魂合在一起的, 那么双冠大公鸡死了,魂也没了,神鸡到人的魂岂飞也回不去了? 这季半夜出来,一跑几十里,古灵精怪的, 难道他身上真的附着了神鸡到人的魂? 那神鸡到人现在的魂在哪里? 第685章,失魂 张武金琢磨着,看着已经静寂下来的山谷,冷月无声, 天地间清蒙蒙的一片,张武金突然觉得后背心发凉, 竟然无由的就有些害怕起来,悄然下树,然后退出山谷。 四野无人,张武金心中发虚, 越想越有些害怕,慌忙捏一个手印,这是张胡言以前传他的, 走夜路害怕时定神的手印,他以前没内力,就是个心理安慰, 这会儿一捏,只觉尾驴间一股气猛冲上来, 恰如海潮狂涌,道顶,在下道印堂, 春宫中秃地亮堂堂一片,仿佛云开见日一般, 气又往下行,道弹中,胸间一陡然开阔,如登高山, 如见大海,又仿佛己身,就是高山大海,微微然,浩浩然。 气再从山中分开,一走手,一走脚,全身灌满了气,也充满了力。 差时间,身如金刚,眼见光明,登山大海,无畏无惧。 这刹那的感受,张五金自己也愣了一下,放眼再看,山还是那山,树还是那树, 却凡有一种静谧柔和之美,至于先前心中所觉,什么魂啊鬼啊,只觉得好笑而已。 嘿,这佛门金刚印,居然真有这么大威力。 他忍不住压教。 张虎眼当时跟他说过,这个手印,是一个老和尚传他的,名为金刚印,持此印,不具天地间一切阴邪之物,他也没放在心上,当时捏着玩,一点感觉也没有啊。 到这会儿才知道,张虎眼说的是真的,至于他当时捏不出威力,只是他没功夫而已。 就好比一台电脑,拿给绝大部分人,就是一台打字机,游戏机,A片机,但若拿给黑客高手,则可以直接进入五角大楼,控制美国的核武器。 电脑行不行,要看完的人,功夫行不行,要看练的人。 同样的,下面行不行,要看是不是男人。 捏着印,心中再无畏惧,不过张武金也不想再回头看那小矮子,估摸着,小矮子这会儿只怕在烧水杀鸡呢,诡异地放鸡,始终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且回去看看神机道人的情况。 来来回回几十里,中间还逗了一场鸡,不等回到村中,天就亮了。 张武金踏进院中,只见神机道人那一侧房里还亮着灯,五三像个眉头苍蝇似的,一下穿进来,一下穿出去。 五三,怎么了?张武金喊一声。 五三一眼看到他,竟挖得一下哭出声来,张大哥,我师父他。 你师父怎么了?张武金一路确实都在琢磨,双冠大公鸡死了,神机道人会是个什么情形,是失魂落魄呢? 还是一点是没有,现在一看五三的情形,好像不对啊。 难道真的没魂了? 他脑中闪念,急步跨进屋中。 神机道人躺在礼物床上,闭着眼睛,床前一滩的血,张武金进来,神机道人眼睛微微一睁,身子一动,却又挖得吐了一口血出来。 五三哭叫,我师父他吐血不止,师父,你别吐了。 他跑过去,扶着神机道人,却不知道怎么办。 不是失魂,而是吐血。 张武金不明白里面的症状,但吐血还是好办的,春床治不了吐血。 神耳门这一类的点学功夫却可以,张武金急步过去,把神机道人身子放平, 在他胸前,穴道上点了一下,然后缓缓按摩,输入内里,同时放开气场,感应神机道人的状况。 他不知道,神机道人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是真的没有魂了吗? 还是身体受了伤? 如果说是身体受了伤,他是怎么伤的? 他昨夜好好地躺在家里啊。 如果是失了魂,魂附在双关大公鸡上,没有回来,那跟身体无关吧? 他吐的什么血? 而且吐血不止? 迷惑啊! 他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趁着神机道人身体有毛病,放开气场感应一下, 神机道人即便发觉,也只以为他是发气致病,不会怀疑,至少不会恼了他。 可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觉得神机道人的气有些虚,有些躁, 至于魂啊,灵啊,什么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就好比一个好好的人,他感觉不到有什么魂魄之类存在一样, 现在神机道人身体虚了,他同样感觉不到是魂或者魄虚了。 到底是个什么鬼? 他暗暗摇头,低叫,道长,你好些了没有? 他想知道,神机道人是不是清醒的,就是吐血呢,还是没有了魂? 没有魂的人,就是失魂落魄,应该是迷糊的,不清醒的。 可惜他失望了,听到他的叫声,神机道人缓缓睁开眼睛,道,谢谢你,我没事了。 师父! 看到神机道人开眼说话,五三喜极而泣,飞快倒了杯水来,师父,你喝点温水,我在里面放了蜂蜜的。 他扶神机道人起来,服侍神机道人漱口,喝水,又拿毛巾替神机道人擦去胸前的水和血迹,极为细心。 张武金突然就想到昨夜的五二,那大脑袋呵呵怪笑的样子。 同样的侏儒,完全不同的人。 不过他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五三身上,而是放在神机道人身上。 神机道人漱口喝水说话,一切都很正常,不像什么神智缺失的人。 所谓人魂附在鸡魂上,根本是骗人的。 张武金心中暗暗转念,可想到昨夜那双冠大公鸡的诡异,那还是鸡吗? 天下的鸡弱都是那个样子,得了啊!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 张武金转念又想,莫非是他的魂没有脚,跑得快,大公鸡一死,他的魂就跑回来了,跟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孙猴子一棒打下去,只是一堆白骨,真魂却已经死了。 越想越玄虚,神机道人清醒着,他却迷糊了。 神机道人喝了蜂蜜水,闭了一会儿眼睛,睁眼对张武金道,老五,对不起了,老道无能,收拾不了那个猎徒,三天之说,只怕要爽约了,不过我绝不会放过他的,老五你多等几天。 哦,好的。 张武金一直在琢磨魂的问题,有些神不守舍,只是虚应了一声。 第686章,屋里有妖精。 五三在一边看着,却急了,越是这种身有残缺的人,越是敏感,叫道,张大哥,我师父没有骗你,我师父昨夜放了鸡,只不过,只不过。 他又要说,又要保密,一时不知道要怎么办,居然挖得一声又哭了。 其实他年纪应该比张武金还要大,这会儿的表现,却有些像个小孩子。 张武金忙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昨夜是跟着鸡去的。 神机道人,本来微微有些闭眼,听到这话,或一下睁开眼睛,看着张武金,五三也一下不哭了。 他们的反应,在张武金意料之中,亏人阴丝,最是江湖大计,尤其还要当面说出来。 但张武金是故意的,因为他实在是糊涂了,又实在是好奇,所谓的放鸡,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夜里,那两只妖异的鸡,到底是成了鸡,还是附着了魂,他实在搞不清楚。 所以,下一剂猛要来看看。他迎着神机道人眼光,道,道长,抱歉,我昨夜睡不着,突然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大的公鸡,心中好奇,所以就跟了下去,并不知道那鸡是道长养的,不过后来我见了斗鸡,也看见了五二,所以才猜到的,道并不是故意要窥探道长的私事。 神机道人信了他的话,点点头,没有说话,五三却急不可耐地道,我二师兄,不对,二矮子那个王八蛋,他对我师父怎么样了? 他这话,让张武金还愣了一下,不过随即就明白了,他是直接把双冠大公鸡叫成他师父了,这又让张武金迷糊一把,难道真是附了魂的,鸡就是人,人就是鸡? 可鸡虽死,人魂不失啊,难道真是魂跑得快,先跑回来了? 他不好问这个,只好先下影子,就把昨夜因为好奇,跟着双冠大公鸡一直跑到五二那里,然后双鸡相斗,五二的鸡诈败,退入山谷,五二却预先埋伏在那里,然后突然放冲打死双冠大公鸡的前后,经过都说了。 神机道人,始终闭着眼睛不说话,五三听完,却是破口大骂,二矮子你个王八蛋,哪天落到我手里,我是要把你滚汤落毛,放红辣椒炒着吃了。 还要放红辣椒,是炒小公鸡吗? 他矮身子大脑袋,大白牙说出这样的话来,却让张武金心中有些发寒。 残缺之人放出毒誓,往往更让人害怕。 但神机道人却始终一声不吭,张武金放出药引,是希望神机道人能说放鸡的事。 他很想知道,神机道人是不是真的放了魂,他的魂是先跑回来了吗? 有没有受伤? 如果魂没伤,那为什么吐血? 如果魂伤了,伤的也是魂啊,又为什么吐血? 可神机道人不开口,他就没办法了,本来亏人阴私,已是大忌,勉强可以说是看到一只古怪大公鸡,跟一下,到底是跟鸡不是跟人啊,还好说一点。 但若再细问神机道人,只怕真要火了。 道长,你先休息一下吧,这件事,不要太放在心上。 张武金只好反过来,先安抚神机道人。 老五,等等。 看张武金要退出去,神机道人睁开眼睛,似乎有话,却又似乎不好说。 残缺人求人难,所以往往不愿求人,尤其神机道人这种性子。 张武金道,道长,有话你尽管说,虽然柜门中是我不太了解,但五二放击骇人,我却是不肯放过他的。 只要道长首肯,我待会就去找他,把他救到道长面前,请道长处罚。 他把话先说到了前面,神机道人就不算求他了,有话就可以说了,神机道人果然摇了摇头,我教徒不笑,实在惭愧,道不劳劳务你出手。 我只是想,能不能请劳务你帮个忙,助三矮子一臂之力。 可以? 是想让五三出手吗? 再来一次斗鸡。 张武金兴志起来,立刻点头。 多谢你了。 神机道人感激地点点头,扭头对五三道,三矮子,你去找大师兄。 这话让张武金有些意外,他还已就只是让他帮五三一把呢,结果居然还要五三去找什么大师兄,那就是五大了。 然而最叫张武金意外的是,听到大师兄三个字,五三竟然一下脸色大变,脸上带着惊骇的神色,道,师父。 你不要怕。 神机道人看着他,你穿我的道袍去,大师兄断不会害你,唯有他出手,才能收拾得了那个小畜生。 这话里有话呀,张武金听得更糊涂了,五三看着神机道人,脸上慢慢现出绝燃之色,点头道,好,只要大师父肯帮师父报仇,他就是把我吃了,我也心甘情愿。 怎么又是吃啊,他先说要把五二放红辣椒炒着吃了,现在却说,他自己给五大吃了也心甘,难道都有吃人的癖好? 张武金一时间有些牙疼起来,五三要收拾一下东西,而他要找的五大,居然是在钟南山中修行,到底在哪里? 他也只知道一个大概的地方,钟南山有不少地方仍是原始森林,也有熊豹野猪等猛兽。 五三个子太矮小,虽然有功夫,一个人进山还是不行,所以要请张武金帮忙。 这话好像有理,但听了五三那什么吃人的话,对这话,张武金一个字都不信。 不过他也不问,说好下午才动身,张武金也要准备一下,尤其还有个黄敏,要先打发他回去才行。 张武金进房,黄敏在窗前梳头发,见他进来,半扭转身子,似撑非撑的道。 起那么早,怕谁吃了你啊? 这一刻的他,脸带娇媚,格外的诱人,张武金心中一跳,差一点就要过去抱他了,最终忍住,但嘴上却没把门,笑道,是啊,房里有女妖精,怕他吃人还不吐骨头呢。 黄敏扑哧一笑,眼中更是水汪汪的,要吃昨夜就把你吃了,还等今天。 这话中的忧怨,张武金便是傻子,也听得出来啊。 他今早起来,一身光光的,自然知道是张武金脱的,可即便脱光了,张武金仍然没有碰他,心中那骨子怨气啊。 第687章,连皮带骨都吃掉。 敏敏,对不起。 张武金只能道歉。 黄敏轻轻叹息了一声,走过来,双手掉住了他脖子,眸光悠悠,我不怪你,你是个好人。 他才是真正的好女子啊,张武金搂着他温软的腰肢,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本来这会儿最好的,便是什么也不说,搂紧他,吻他,抱他到床上去,可张武金又不敢。 火头一点起来,天知道收不收得住。 他只好岔开话题,敏敏,我下午要跟五三进中南山去,找他大师兄,你先回去,好不好? 不好。 黄敏本来只是勾着他脖子,这下直接就扑进他怀里来,他还没换睡衣,也没带胸罩,软软的乳,就重重地挤在张武金胸膛上,是那般的质感。 我跟你去。 这个,你家里不会担心吗? 张武金其实想说谷华,但没有说出口。 黄敏摇了摇头,谷华不会理我的。 他眼光有些悠悠的,我以前跟他呕过气,他整整一百零三天不理我,不问我在哪里,也不管我是死是活,仿佛世上根本就没我这个人。 我当时下决心要跟他离婚,可我父母死活不同意,亲自把我送回谷家,还跟他道歉,这样,他才肯理我。 说到这里,他嘴角略过一丝冷笑,是啊,红三代,太子党,多傲气啊,这世上都是别人求他,他哪会求人,哪怕是自己的女人。 而我们家呢,哥哥想要求着他,爸爸妈妈要强了一辈子,说到他们的女儿嫁进了谷家,那个面子啊。 说到这里,他没有再说下去,眼泪却落了下来。 虽然他没说完,张武金却能理解,甚至可以说,在这一刻,他才彻底地理解黄敏。 他漂亮,聪明,家事好,工作好,嫁得好,外表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好。 事实上,却根本不是这样。 古华冷傲,古华的爷爷固执,而父母兄长贪慕古家全市,哪怕他受了委屈,也要逼着他反过来去哄古华。 冷冰冰的,不仅仅只是古华的那根东西,对于内心敏感的黄敏来说,整个世界其实都是冷冰冰的,所以,他一直说,要热热的。 不仅是要热热地进入他体内,而是想要热热地抚慰他的心,想要有人热热地哄着他,宠着他,让他真正做一个有人宠有人爱受敬重,有依靠的女人。 敏敏,真正地理解了黄敏,张武金再也忍不住了。 双手一抱,吻上了他的红唇,火热的唇舌交缠,他随即把他抱了起来,放到床上,随手就抱下了他的睡衣裤。 黄敏本来给他吻得有些迷糊,但张武金的动作惊醒了他,眼见张武金压上来,他吃了一惊。 霜后,撑着张武金胸膛,脸红红地,道,武金,你怎么? 我管不得了。张武金揉着他的乳,喷着热气。 不。 虽然黄敏给他揉得心都酥了,却勉力摇头,无力地双臂软软地撑着,道,不要,武金,你说了,你师父嘱咐过你的,你是我喜欢的男人,我愿意你热热地要了我。 但是,我不愿意你心中有一丁点的勉强,如果你以后后悔,我心里会不好过的。 真是个好女子,永远都在替别人着想,张武金心中更热,还想要再说,黄敏却突然抱住了他,然后一下翻到他身上。 憋着了是不是? 他冲他俏皮的一笑,身子滑下去,小小的红舌尖吐出来,沿着他的唇,下巴,胸膛,小腹,一直滑下去。 手握着昂厉的小六金,他发出一声轻叹,不知是满足,还是惊叹,他吻了一下,红唇张开,小六金便消失在他的红唇之后,而他的眼睛还抬起来,一面动,一面看着张武金,情意盈盈。 火山喷发,很短,这不仅仅是憋的,也有一种深深的爱与怜,还有感动。 黄敏尽数而吞了下去,还用舌尖给他舔干净了,冲他甜甜的一笑,热热的。 轮到我了,我也要热热的。 张武金翻过来,跟黄敏一样,从他的唇,乳,一直到下腹,然后到腿间,再又回转来,海棠带燕,雨润红滋交,而当张武金舌尖叹下去,黄敏, 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整个身子绷成了一张白色的弯弓。 我死了吗? 也不知过了多久,黄敏神志慢慢回复,他趴在张武金胸前,双眼迷蒙地问,身子似乎在半空中飘荡着, 手和脚都仿佛失去了知觉,明明就在眼前,却好像怎么也动不了, 是那般可怕,又是那般的舒服。 死了,又活了。 张武金轻笑,拖起他下巴,吻他红艳艳的唇。 真好。 黄敏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叹,还是有些失神, 我听那些性爱热线,说,仿佛坠入无边的地狱, 灵魂都在颤抖,原来是真的。 无边的地狱? 张武金不觉笑了起来。 黄敏给他笑得有些害羞,道,是的,就是坠入地狱的感觉, 好可怕,我以为自己完全崩溃了,碎掉了,死了。 还没给你来真的呢? 张武金得意地哼了一声。 好可怕。 黄敏有些怕怕的表情,你要是真的要了我,我会不会真的死过去? 会。 张武金点头,他想到了他的几个女人,几乎都给他弄得昏死过, 这让他非常骄傲,女人在身下崩溃的那一刻, 真的很让男人有成就感。 不过我会让你再活过来。 嗯。 黄敏点头,手滑下去,握着了站立的小六金, 有些痴迷的道,武金,你真强。 张武金嘿嘿笑,这个夸奖,是男人就爱听啊, 黄敏的手动了一下,兴眼迷蒙, 你一定要真正地给我一次,让我死一次,也不白做一回女人,答应我,好不好? 好。 张武金郑重地点头。 武金? 黄敏感动了,伸嘴上来吻他。 又一番缠绵,张武金这才跟黄敏说清楚,他先回去, 他跟武三去中南山找武大。 黄敏身子软了,心也软了,乖乖地听他吩咐。 第688章,武大士之鸡。 吃了中饭,张武金先送黄敏到机场, 大庭广众之下,可不能玩什么依依惜别, 外表就是很客气地送黄敏上了飞机。 随后采购了一些东西,就是一些旅有用的, 小帐篷之类的, 因为张武金听武三的说法, 想要找到武大,并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估计在山里要有一通找,空手垂垂地上山, 那可不行。 虽然特训时的要求是,一把匕首, 一根绳子,就要在山上生存下去, 可没必要不是,放着白米饭不吃, 偏去嚼沙子,但痛。 张武金也帮武三买了一套, 回来,武三准备了一个背包, 看到张武金给背下的一套, 顿时喜笑颜开, 他发毒誓的时候很可怕, 但开心的时候, 还是有些像小孩子。 诸如个子长不大, 智力的发育好像也要差一截, 可能是这个原因, 可如果因偏激而来的那种阴毒, 却反又比正常人可怕。 神机道人, 看到张武金背下的用具, 点了点头, 他年纪大,眼光老道, 知道张武金这是专业的行头, 也没什么说的, 递给张武金一个小小的红风带, 道, 我那大徒弟, 可能有些神怪, 你带着这伏在身上, 他自然不会缠你。 张武金接过红风套, 神机道人极不细说, 他也不问, 他估计, 神机道人以为他就是练武的, 对奇门的东西不了解, 所以也不愿跟他说, 当然, 就算他了解, 神机道人为本门守秘, 同样不会跟他说。 不说就不说吧, 张武金虽然好奇, 也还是能忍着, 倒是对那个武大越来越好奇, 看武三先前的神态, 还有神机道人这话, 那个武大, 莫非是成了妖怪啊, 那倒是有趣了, 魂啊破啊什么的, 他不了解, 或许还有点害怕, 但通过武三他知道了, 武大就是跟武三一样的侏儒, 也是神机道人收养的, 功力最高, 只是后来放鸡, 不知怎么回事, 静就跟着鸡上了山, 偶尔的剑, 却不肯回来, 所以要去找, 而既然武大是个人, 张武金就不怕他, 双冠大公鸡, 好像成了鸡精呢, 还不是给二矮子一冲打死了, 武大变成了精, 亮也受不起他一掌, 先说是下午上山, 但乱七八糟的一通弄下来, 当天走不了, 再住一晚, 晚间黄敏给张武金打了电话来, 告诉他, 他回到北京娘家了, 又说想他, 张武金哄了半天, 打到手机没电, 这才挂机, 忍不住摇头, 真是个痴女子, 第二天一早动身, 神机道人精神好些了, 却不敢出院门, 只送到厅屋门口, 这让张武金对他的伤更加奇怪, 明明死的是鸡, 伤的却是他的身体, 而且连风都吹不得, 真是奇了怪了, 他甚至想, 武二有没有可能趁着机会, 来暗害神机道人, 不过想一想也就摇头, 斗鸡是一回事, 真个杀人又是另一回事, 放鸡斗鸡, 神神鬼鬼, 别人不懂, 也懒得问, 或者不敢问, 但真要死了人, 警察可不会白看着, 但如果武二放那只鸡来, 一嘴灼死神机道人呢? 案子要怎么破? 这么乱想着, 跟着武三就上了山, 武三穿着神机道人的道袍, 钱摆扎在腰上, 个子虽矮小, 走得倒挺快, 包也不要张武金帮他背, 残缺的人, 往往更好面子, 不过武三身上有功夫, 包也不是太重, 确实可以自己背, 先还有山间的小路, 走着走着, 就没什么路了, 不过武三对山市很熟, 总能找到路, 一直走了一天, 磅黑时开始肃营, 武三对张武金道, 我大师兄一般在野鸡岭那一带, 明天还要走一天, 后天差不多就到了, 这么远? 张武金嘴上没说, 点点头, 笑道, 没事, 他有些东西想问, 不过不急, 武三看上去要单纯得多, 但最好是不直接问, 看了看山市, 笑道, 吃一天干粮了, 我看能捉只兔子吃吃不, 你能捉到兔子? 武三眼睛果然就一亮, 张武金暗暗得意, 逗小孩吗? 露一手, 让他兴奋佩服, 话就好说了, 试试看, 他起身, 看好地形, 做了个套子, 他以前跟孙大海出去打野鸡兔子, 有点惊艳, 但凭孙大海那半桶水, 是不可能教他赤手空拳捉兔子的本事的, 现在这一手, 是特训的时候学的, 就是特种兵野外生存的本事, 利用地形, 活捉小生物, 是必须学会的生存技能, 到天江要黑透的时候, 果然就有一只兔子上了套, 还不小, 足足四五斤呢, 武三提着兔子, 兴奋地手舞足蹈, 连声道, 张大哥, 你真厉害, 真厉害, 张武金呵呵笑, 这有什么厉害的, 不过就是个套子吗? 你要想学, 我教你, 想学, 想学, 武三连连点头, 他个子矮, 手脚粗短, 兴奋的情形, 真的跟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差不多, 洗包则是武三抢着做了, 烤兔子也拿手, 显然在神机道人那儿做惯了的, 借着火光, 吃着兔子肉, 闲聊着, 武三明显没有多少心机, 尤其是对他比较信任喜欢的人, 张武金先从骂武二开始, 然后装作疑惑地问武大的事, 武三果然全无防备, 有什么说什么, 张武金一般只要提半句, 他就自己, 竹筒倒豆子一样, 全倒出来, 武丁大郎门, 又叫神机门, 当然, 这是在武丁大郎门的某一代掌门, 学会了放鸡之后, 才多加的这个名, 不过对外, 一直叫武丁大郎门, 因为放鸡过于诡异, 门内门外, 严守秘密, 尤其对外, 是绝口不提的, 其实武丁大郎门也提得少, 神机村就无人知道, 神机道人, 共收有三个弟子, 就是武大五二五三, 武大根的神机道人最久, 性子也最坚韧, 功夫也最好, 尤其是放鸡的本事, 放鸡先要养鸡, 门内的说法, 教养本命神机, 道家有说法, 修道修道最高处, 原神可以脱体, 白日飞升, 也就成神仙佛了, 佛道都有这么个比喻, 说人的身体, 是一条船, 借着船, 滑到了彼岸, 就可以弃船登岸了, 第689章, 本命神机, 养鸡也是这样, 本命神机养得最好的, 可以人鸡合一, 人本身的肉体, 就如渡过苦海的船, 可以不要了, 人与鸡合一, 最终借鸡得道, 当然, 说是这么说, 练也是这么练, 真正能人鸡合一的, 没人修得道, 武大却坚信这一点, 他觉得修道不成, 是因为受俗事影响太多, 就带着他的本命神机上了山, 那差不多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神机道人也劝不了, 也只好游他, 先两年, 武大还偶尔下山回来拜见师父, 但慢慢的, 就很少看到他了, 从三年前起, 武大就彻底消失了, 只每年的正月初一, 神机道人屋子的山背后, 大山石上, 会出现一只巨大的公鸡, 冲着神机道人的屋子, 嗡嗡提三声, 我师父说, 那就是大师兄, 他已经练到人机合一了, 武三说着, 扭头四面看了一下, 身子又往火边靠了靠, 他脸上的神情, 明显有些害怕的样子, 他的说法, 让张武金觉得诡异无比, 而他害怕的神情, 更让张武金觉得迷惑, 你的意思是, 他的魂, 哦, 他的神, 已经脱体而出, 跟那只大公鸡合而为一了, 所以他就是鸡, 鸡就是他, 是, 武三点头, 你怕什么? 张武金突然问, 既然放鸡修的就是鸡道, 修的就是人机合一, 那只大公鸡又是五大, 武三在怕什么? 其实张武金是在怀疑, 虽然亲眼目睹了单关大公鸡 和双关大公鸡的妖意, 但他始终不相信, 人能神魂出窍, 还能附在鸡身上, 更说什么与鸡的神魂合而为一,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 而从武三的反应, 也更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他突然这么问, 他这话突然而来, 武三吓得跳了一下, 一脸惊愕, 他反应激烈, 张武金更加一把火, 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五大的事情? 没有, 是二矮子, 武三冲口而出, 说了这话, 他突然跳起来, 双膝跪倒, 对着远处拜了起来, 边拜边哭, 大师兄, 你别怪我, 那年斗鸡, 是二矮子下了药, 你的神鸡才死的, 我看到了, 但他威胁说, 不但要要死我的鸡, 还要把我一起要死, 我当时就没敢跟你说, 我胆小, 你别怪我, 别捉我, 张武金最想知道的, 就是, 放鸡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鸡合一, 真的是灵魂出窍吗? 却没想到, 这么一下, 放鸡的秘密没下出来, 到下出一桩陈年旧事, 一时有些哭笑不得, 只好安慰武三, 武大既然成了神机, 这是自然就知道了, 也不会怪你的, 得了他安慰, 武三情绪才慢慢地平缓下来, 随后又说了几句, 张武金才知道, 武大当年上山, 其实跟养了多年的神机被毒死, 也有一定的关系, 而武三则经常做梦, 梦到武大变成大公鸡来捉他, 所以一提武大就特别害怕, 但他哭了一通, 竟然就想睡觉了, 张武金也不好再问, 看武三钻进帐篷里, 张武金摇了摇头, 手着火慢慢熄下去, 月亮上来, 远山萌萌, 不知隐藏着多少秘密, 而神机门的一切, 也如这月下的山野, 迷迷萌萌, 怎么也看不清楚, 张武金始终不相信, 人真能神魂出窍, 尤其人魂还与鸡魂合而为一, 可想到那两只妖异的大公鸡, 他又极其迷惑, 看能找到五大不, 倒要看看, 那个据说人机合一的大矮子, 是个什么鬼, 第二天, 哭了一场败了几败的武三, 精神好像开朗了些, 一路上跟张武金还有说有笑的, 不过张武金绕到放鸡的具体功法上, 他仍然保密得紧, 只说就是养鸡, 慢慢的鸡人合一, 心意相通, 最终人的神戒鸡放出去, 那就是放鸡了, 至于具体功法, 不肯说, 张武金当然也不好问, 好像传说中一些放骨的也是这样, 听了武三的说法, 张武金暗暗摇头, 但武三只肯说到这个样子, 他也没有办法, 想完全不信吧, 亲眼见到了两只古怪的鸡, 想说信吧, 他又真有些想不清楚, 类似的说法倒是很多, 即便是神尔门的创派祖师, 说到真正的内门功法, 其实也是练神为主, 一些到家典籍上, 更是汗牛冲突, 张武金每次都是一扫而过, 神尔门的也不想练, 他不想成仙, 因为他没有见过活着的神仙, 又走了一天, 早早速赢, 武三来了兴致, 照着张武金教的法子, 也套到了一只兔子两只野鸡, 兴奋地跟只小猴一样, 满山乱蹦, 让张武金看了大好笑, 不过到第三天, 武三脸上又有了紧张的情绪, 进中午的时候, 歇下来吃东西, 武三远远地指着一个山岭, 说, 那边就是野鸡岭了, 是大师兄取的名字, 就山顶那块石头, 像一只鸡吧。 张武金照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座山峰, 峰顶上一块巨石, 果然像一只昂首长蹄的熊鸡。 张武金忍不住笑, 你大师兄不会化身成了那块野鸡是吧? 武三居然有些发呆,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吃了东西, 照着野鸡石走过去, 看山跑死马, 随手一指, 好像不远, 真要走过去, 小半天的功夫。 翻过一道山岭, 下面一个山谷, 野鸡石就在山谷对面。 下坡的时候, 张武金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 他猛地扭头, 侧后的山岭上, 一块巨石之上, 居然站着一只大公鸡。 这只大公鸡, 体型比神机道人喂养的双冠大公鸡还要大, 同样的毛色红亮, 双冠子, 这时阳光已经偏息, 照着大公鸡的扣子, 真的像燃了一盏火。 张武金看着大公鸡, 大公鸡也在看着他, 城黄的鸡眼, 在阳光下发着晶亮晶亮的光。 张武金本不信鬼神, 但这会儿, 无由的就有一种心中发紧的感觉,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死死地抓住了他的心。 五大! 他心底暗叫一声, 好半天才想起叫五三, 三矮子, 你看那只鸡! 可就在他出生的时候, 那只公鸡一转身, 消失在了岩石后面。 第690章, 人烟鸡烟。 五三走在前面, 颇太陡, 他还滑了一跤, 听到张武金的叫声, 他正在拍屁股, 抬头道, 什么鸡, 在哪里? 那只鸡消失得太快, 阳光耀眼, 张武金一时竟有些茫然, 也不好跟五三说, 刚看到那只鸡了, 道, 五大的本命神鸡, 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很大? 双冠的? 是! 五三点头, 红公鸡, 双冠的, 比我师父那只还大, 你刚看到了, 在哪里? 他脸上又有害怕的神情, 对五大那个大师兄, 看来他真是怕得厉害, 张武金便摇头, 好像是看花眼了。 哦! 五三应了一声, 好像虚了口气, 又好像有些失望, 道, 我们下山去, 道也即使下面上了香, 等三天, 大师兄要是肯见我, 他自己会来的。 这个说法, 真是在信神了, 张武金心中有疑问, 口中却没问, 跟着五三下山, 隐隐地有一种直觉, 那只鸡好像就在附近, 这还真是有点鬼了。 他后背心, 一时也有些凉凉的。 下山, 道也即使下面, 五三搬了石板做香案, 居然真的上了香, 还摆了几个大苹果, 和一叠糟的鸭掌, 然后念念有词, 大师兄, 我是三矮子, 我来找你了。 二矮子那个王八蛋, 到处惹事, 给师父骂了, 他就跑了出去, 帮人斗鸡骗钱, 这一次, 师父要收拾他, 他竟然按理埋伏, 把师父的神也伤了, 我没本事, 打不过他, 只好来请你出手收拾他, 大师兄, 你要听到了我的话, 你就出来吧。 他说完, 居然还扣了头。 这到底是找活人呢, 还是净死人? 难道他真以为, 五大成了鸡神? 张五金隐隐有一种感觉, 先前看到的那只鸡, 一直在某个地方窥探着, 但五三开始上香扣头, 这种被窥探的感觉, 反而消失了。 五三上了香, 天渐渐黑下去, 急不见五大现身, 那只鸡也踪影不见。 五大不像昨天一样, 兴致勃勃地去放套捉兔子, 只是默默地生了火, 烧了水, 泡了面, 跟张五金两个人吃。 天色完全黑下去, 火光印着两个人的脸, 还有山石苍老的岩壁, 五三的神色有些正正的, 然后主动说起了一些五二的事。 这个地方煤矿多, 煤老板自然也就多, 有钱人都喜欢赌, 这个地方赌钱, 另有一种方法, 斗鸡, 在鸡身上压住, 谁的鸡赢了, 谁就赢。 最多的时候, 一场鸡, 甚至可以压到上亿的惊人数目, 有时候还不是压钱, 直接压矿, 有些人一夜暴富, 而有些大老板, 一场鸡下来, 连煤矿带宝马带包养的小明星, 输得干干净净, 秦人性格豪爽苍净, 打个赌, 也赌得轰轰烈烈。 说到养鸡, 自以神机道人第一, 但神机道人性子固执, 因为神机门有一条门规, 不许参与斗鸡, 所以他绝不参加, 五二性子却也, 不听话, 时常偷偷参加斗鸡, 他之所以给赶出师门, 就是因为参加斗鸡, 给神机道人揍了, 神机道人还要收了他的本命神机, 他才跑的。 过几天, 七月七, 宝爷那边有一场斗鸡, 据说已经在二矮子的鸡身上压了五座煤矿, 至少上亿了, 赔率一赔五, 就是说, 谁压一万块, 要是赢了, 可以拿回去五万块, 当然, 要是输了, 这一万块就是那几个没老板的, 他们的正都压到了宝爷手里。 五三详细地给张五金解说斗鸡的规矩, 张五金心中一动, 想到五二设下的埋伏, 道, 二矮子是不是一直防着你师父去对付他, 所以预先设下的埋伏。 哎呀! 他这一说, 五三叫了起来, 有可能。 他拍着大腿, 一脸愤怒的样子, 因为我们的门规, 不许斗鸡, 所以公然参赌是不会的, 但如果师父私下里收掉他的本命神鸡, 那却是有可能的, 他没了鸡, 谁瞧得起他的死矮子, 而且那几个没老板在他的鸡身上下了重主, 要是没了鸡, 那些没老板也不会放过他, 所以他自然是防着的, 没想到, 他竟敢先打师父的主意, 把师父的本命神鸡害死了, 真是该死。 他一脸愤怒, 但他这么一说, 张五金倒觉得理所当然, 既然知道神鸡道人, 可能要收他的本命神鸡, 那他先埋伏起来, 把神鸡道人的鸡干掉, 当然是可以的呀。 不过二矮子能想到这个可能, 并预设埋伏, 也算是个有心鸡的了。 张五金暗想, 那你也养得有本命神鸡吧? 他想到一事, 问五三, 有。 五三点头, 脸上有些赫然, 我养鸡不行, 一直也养不大, 所以得来求大师兄。 他说着, 看着四面黑悠悠的山野, 脸上的神情, 京剧中又带着一点可盼, 很奇怪。 夜里很安静, 张五金没睡, 他就在帐篷中打坐, 他经历好, 几天几夜不睡觉也没事, 而且学了神尔门的心法, 用打坐也是可以代替睡眠的。 当然, 他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 像海灯法师那种, 数十年邪不沾席, 他还没那种修为, 但七八十来天是可以支撑下来的。 因为他总觉得那只鸡就在附近。 鸡在附近, 五大在哪里? 或者, 正如五三所说的, 那只鸡就是五大。 怎么可能? 他不相信。 然而那只鸡很怪, 甚至可以说, 很诡异, 这又让他不自觉地心中发毛。 张五金凝着心神, 守着眼前的一点神光, 其实不能真个入境, 他心中有事, 不能真个放松, 自然也入不了境。 一夜下来, 什么动静也没有, 但张五金还是觉出了妖异处, 这山谷附近, 虫鸣声都仿佛要弱一些, 也很少听到野兽的叫声。 难道是五大那只鸡的原因? 张五金暗暗凝丝, 真有那么大凹气。 到将要天明的时候, 张五金耳中呼听的一声鸡蹄, 那种高坑, 那种熊烈, 仿佛一声开天, 要把红日从夜幕中叫出来一样, 让人不自觉的心血飞扬。 是五大那只鸡。 张五金钻出帐篷, 向提升处张望。